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慧玲 联邦政府为了低收入户家庭 设立的妇幼食物减助计划 是为了方便基层民众 可以为小孩购买牛奶蔬菜 还有水果等营养的食物 但是众议院共和党 以这个削减政府开支为理由 希望能够减少相关的拨款 不过这个举动呢 可能会让60万名符合资格的家长 还有小朋友失去补助 据报道 WIC近月申请个案不断上升 到今年8月约有700万人注册 比一年前的640万人增加大约10% 这项计划本来得到民主共和两党支持 但在削减政府开支的前提下 可能成为牺牲对象 根据众议院共和党的方案 WIC将会削减计划中涉及水果和蔬菜的部分 整体拨款会降至55亿元 比去年收缩1.85亿元 与参议院的版本相比更减少了8亿元 以此推算 受助家庭在2024财年所得的购买蔬菜和水果的部分 将由介乎25元至49元大减为11元至15元 外界预测 拜登政府曾要求为WIC额外注资14亿元 假设国会拒绝的话 60万名符合资格的家长和婴幼儿将被拒诸门外 截至2022年 全国五分之二婴儿受获于WIC计划 俄亥俄州秋奇表示 他们两夫妇育有一名三岁女儿 透过计划购买牛奶 蔬果的话可以节省40元 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家庭开支 现在既担心失去援助 也对议员削减拨款 令不少母婴落入轮后名单感到愤怒 中院共和党正式尝试通过新的临时拨款案 如果未能通过的话 联邦政府于本月17号可能面对停摆的命运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